林真月娥表示抗疫并非两条路线之争 各位好 今天是2022年3月23号星期三 欢迎来到点新闻 我是陈嘉玲 云京同点关香港 先来关心疫情 香港新增12,240宗的确诊 其中经核酸检测确诊4,250宗 阳性承报平台收到7,990宗有效承报 另外再多170名的新冠病毒阳性患者离世 再来看两条简讯 政府临时失业支援计划 今天起至4月12号接受申请 申请人要在去年10月1号或之前年满18岁 去年10月至12月期间 至少在香港工作一个月 月入2700港元至3万港元 提交申请前至少连续30天内没有工作或就业 全职兼职或自雇人士都可以申请 政府表示 大部分申请会以强基金户口记录核实资格 核资格人士会获一笔过的1万元援助 政府预计涉及30亿港元 香港理工大学康复治疗科学系研究团队 2020年10月起向118名的新冠康复者发问卷 并且是进行多项的健康监测 追踪他们确诊6个月至1年后的康复进度 包括心肺功能、体能、疲劳程度等 发现其中超过40%的人 肺活量和下肢力量较弱 出现疲劳综合症 研究团队表示 不论任何年级的新冠康复者 都可能出现疲劳综合症 而女性的康复进度可能较差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今天继续举行例行记者会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一同出席 今天重点介绍了第五波疫情以来 学校的防疫抗疫工作 林郑月娥表示 争取复活节假期之后 也就是最早4月19号 让学校分批逐步复课 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就表示 小学、幼稚园和国际学校 最快4月19号恢复面授课堂 复课之后的面授课仍然以半天为主 至于恢复全日面授 则有两大条件 如果个别学校能够达成 所有教职员和90%的学生 接种两针疫苗 可以按实际情况 恢复全日面授课堂 而中学文评市DSE方面 杨润雄表示 会继续密切留意疫情发展 咨询卫生专家的意见 来决定DSE是否可以在 4月22号安全开考 当局会在4月初公布详情 对于有学生担忧 如果感染或是密接无法应考 只能以校内考试成绩做平和 最高评分是第五级 无法获得更高的五星或五星星级别 杨润雄表示 希望市民明白考试安排复杂 涉及考生和监考人员的 健康保障问题 不能因为需要满足个别考生 对参与考试的期望 就罔顾学生自身 以及其他考生的健康 或者社会疫情风险 考评局现在有既定机制 为不能考试的考生公平的做出评分 在疫情稍微缓和的情况下 教育局考评局连同教育界和卫生专家 正探讨特别考场的可行性 但前提是相关安排 不能成为社区防疫的漏洞 香港大学医学院院长梁卓伟认为 本港应该尽早讨论抗疫路线 林郑月娥今天回应表示 抗疫并非两条路线之争 特区政府的目标与国家一致 就是生命至上 要保护市民尽快遏制疫情 让社会恢复常态 现实情况比学术研究复杂 政府不能依靠科学模型的推测 去推行政策 但是专家的意见可以参考 政府希望以最小代价 达到最大的抗疫效益 减低疫情的影响 包括争取与内地和海外通关 因为香港是贯通海内外的平台 而与内地通关则是最优先的考虑 但是目前暂时没有时间表 特区政府决定暂缓全民检测 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 处置工作领导小组 专家组组长梁万年昨天表示 暂缓全民检测并不意味着躺平 由于香港疫情仍在高位运行 工作重点仍然是减少感染 减少重症 减少死亡 老年人的优先保护更是重中之重 特区政府应该紧紧围绕有关抗疫策略 继续加强统筹协调能力 全力落实好 三减三重 亦优先四级中的工作 至于特区政府曾经考虑落实全民检测 但是前天宣布基于形势的变化 决定暂缓推进 这引起社会上的一些质疑 例如认为是变相与病毒共存 这样的看法不符合事实 也不是香港正在努力的抗疫方向 行白理者半九十 特区政府以及社会各界 必须继续努力 不放松 不懈怠 不骄不躁 直至取得疫情防控的最终胜利 以上就是今天点关香港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陈嘉玲 祝您健康平安 我们明天再会